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观众朋友我们这国家很困难 这个外交很困难 或者是很多经济上面的困难 我们当然都知道 只是现在当国内的民意 已经没有办法左右我们的执政党了 对他们来说你拔出剑来 看起来没有人可以抵挡我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剑就往自己自家人对内了 我们来看看民进党的派系斗争 是不是也加剧了 这个是同时发生的 包括大家知道 现在公投过关了 蔡总统的power越来越大了 2022他由征召的方式来提名 或者是决定各个县市 尤其是六都的征召的事情 看起来已经定调了 没有人比他更强了 可是现在看起来只有基隆新竹 屏东要办初选 那基隆新竹看起来 这个还有一个足足合并的事情 那屏东呢 屏东现在看起来是真的头破血流 而且赤裸裸的同志在上演 禁竹战 我们来看看潘孟安 就借着那个时候公投宣讲的时候 拉起周川敏的手说 唯一支持周川敏支持周川敏来接班 怎么会这么赤裸呢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画面 指定啊这个从来就不是屏东的传统 也不是民进党的文化 今年这个在公投的过程中 苏参长刚好全台走访 讲了72场的公投说明会 刚好是72变 那在这72变里面 其实最出名的就是那根撞球杆 那我想时代新时代 我们还要加上科技杆 所以撞球杆是苏贞昌 但是接棒庄瑞雄 就用更科技杆的光剑 更有力量的光剑 早餐鼓励 让你更会更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烟宵四起 其实早在这个公投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东县县长 就已经直接有私心了吗 这个网路上就笑说 你三分公投七分初选 在宣讲公投的时候 就是在布自己的局 借着这个舞台 那我们来看看庄瑞雄 他在昨天也说我宣布参选了 那可以看到苏巧慧 苏贞昌的女儿也支持他 这个光剑 就是有一点点像是苏院长的 那一根撞球杆那样子的意象 要交报给他吗 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哪一些人支持他 林佳龙 林佑昌 林志坚 陈明文是不是都看起来 不管是用影音 或者是用个人的站台 都在支持他 那不缺席的钟嘉宾 以及另外一个人不要忘了 大苏小苏 苏正清他也讲过 他2022不缺席 所以屏东这一席到底怎么看 看起来很乱 你们国民党的角色在哪里 我知道国民党的选民 接到民调电话的时候都会说 我支持周春敏 因为他们都觉得 周春敏是这里面几个未来 如果角逐屏东县长最弱的一个 所以他们都比较先去支持周春敏 所以才会有先前有看到一些画面 是说为什么国民党的县市议员 好像有在帮周春敏 拉台这样子的情况 就我知道这不是短时间 这已经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当然因为这个潘梦安 他指定的接班人就是周春敏 这个也会给了庄瑞熊他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事实上如果 我不知道整个屏东 但是以屏东市来讲 屏东市来讲 你会看到挂最多看板的人是谁 也是周春敏 他的看板是最多的 最少的是谁 是庄瑞熊 因为庄瑞熊他比较优势的选区 是在另外一边 但另外一边的人口数比较少 因为你知道屏东他是非常非常狭长的 他的人口有一些部分集中在屏东市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选民 他其实是以周春敏为主的 但不见得他未来在大选的时候 会支持周春敏 屏东市立委不是中嘉宾吗 中嘉宾他也挂了很多看板 但问题是说周春敏的动作 他其实在地方上面的 跟包括国民党的合作是比较密切的 他们都是怎么讲 他们都是跟地方讲说 你初选先支持我 反正我也知道 你大选你们都是支持国民党 你们都是国民党 你们那时候再说 先把你们票让我先过初选再讲 他们比较在地宣传的方式都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屏东 这一次庄瑞雄他为什么要跳出来 就是说他还是很积极 他觉得很多民进党人觉得周春敏 他虽然看起来现在是势头很强 可是问题他过了初选之后 他不见得能够延续 本来潘孟安的这个盘范 而对他们来说是有一些危险的 可是巧新 这个国民党在屏东这一席要缺席了吗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你们到底能够推谁 我也不知道可以推谁说真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 在这些兼婚选区里面 要提出比较形象比较好的人选 那也必须要看说是谁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如果今天周春敏他出现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推一个女生 跟他两个人去PK 说不定他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所以在这种兼婚选区里面 其实要先看 他们推出什么样的候选人 国民党应该是候选 这个是会让我们还可以保有一点优势的 屏东出身的国民党的女性的立法委员 有好几个 对 像柯志恩 之前也大家都劝劲他可以过去参选 不晓得他的意愿是什么 然后像我们台北市议员也有李明贤 先前也有被人家谈过说 是不是有劝劲他直接去参选 这个声音其实都有听过 因为就是国民党在屏东必须讲 不好意思 就是比较弱 所以才被民进党看起来就是囊中物 你看他们就是已经在说 到底谁来接派 我只要初选通过 几乎都是百分百可以上去了 是这样子吗 每一个人的背后 也有一个老县长在撑腰 周春平当然很明显 潘梦安在支持他 庄瑞熊的后面是书贞昌吗 前屏东县长 看起来苏小慧已经表态了 钟嘉宾不遑多让 前屏东县长曹启宏 是他的背后支撑力量 其实这巧心的政治分析超强的 其实他刚讲的是非常的贴切 不过我是觉得周春平 如果潘梦安强调他来当接班人 其实反而对周春平不利 因为我们民主时代 讲到说什么接班人 大家就先是就不是那么支持 的看法是这样 就好像庄瑞熊 其实其他人支持他 都很强 都很棒 你像林嘉隆这都很正面 包括英系陈明文支持他 这些都很正面 实际的力量 但是苏贞昌尤其又是那个 跟撞球杆同样的所谓的光剑 这种 这个我就觉得不灭 因为大家不喜欢那个 不喜欢那个剑 不喜欢那一根 撞球棒 不喜欢那一根撞球棍 所以我是认为都各有好处跟坏处 不过事实上不可否认的 庄瑞熊在形象上 在能力上 在对民主这条道路的贡献上 他确实是强了非常的多 但是选举是这样 如果大家都要支持你 你也不能说刻意 虽然这个人不是那么受欢迎 你就拒绝他 也不是这样 但是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民进党的好处就是这样 民进党的好处就是说各家争名 初选的时候 大家好像会争得很厉害 但是一旦初选结束 通过提名了谁 我们大家都会合作起来 唯一支持这一位提名者 这就是民进党会这么强大的原因 是这么来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党内初选 这个声势比较大 我看到的应该就是 庄瑞熊了 应该这么多人帮他站台 包括黄成国 前国社顾问 汪庄良 苏草惠 陈明文 都站在他旁边 就是飞星 对 看起来好像就真的 他的声势比较大 就是飞星 就是飞星潮流的 对 庄瑞熊下去屏东这个故事 我们都很了解 他放弃不选台北市议员连任 然后就独自一个人 跑下去屏东发展 这勇气之大 之后他就交给谢维州 谢维州也顺利当选 下去几乎是 所有的人都打压他 他就一路这样钻出来 他上次你以为也没得选 也被打压 也被苏正清事件 对不对 不是 他 不是苏正清事件 就是被新潮流打压 被新潮流 所以非新系都支持他 不知道因为屏东新系 已经执政多久了 从曹启宏到帕曼海 已经几年了 已经16年了 现在当然不到16年了 十几年了 所以笼罩的力量 就通通都是新系的 所以他们甚至 他第一次要出来选立委的时候 也是被打压的 新系还故意去拱 另外一个人脱党参选 就是要让你不当选 结果庄岳熊还是当选 心系这么熊 你就知道庄岳熊有多厉害 小朋友这个人我是很佩服的 就是他在这么大的逆境中 还是长大了 那长大到现在真的就是在 小朋友就是跟潘梵安的力量 就是五五波 那新潮流内部自己分裂 因为曹启宏支持中嘉宾 对 中嘉宾跟周春米分裂 是啊 两个人都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 因为国民党当然不想碰到 庄岳熊 我可以理解 庄岳熊比较强 当然比较强 庄岳熊你去想一想 在屏东那么远的地方 然后庄岳熊的人脉都在台北 然后他可以在屏东这样 一个人这样钻出来 然后陆续选上立委 那么多界 然后所以是很不寻常的一个人 不过这个情况就跟林佳龙有点像 林佳龙去台中的时候碰到的 通通都是新潮流 那最后林佳龙民调还是打败蔡其商 新潮流 那新潮流还是要必须要跟林佳龙做整合 这个就是坚哥讲的 这是民进党的伟大的传统 就是谁初选赢了 大家还是要整合 就是乖乖的整合 虽然我跟你关系不好 那新潮流那一次还是必须跟林佳龙做整合 所以林佳龙才有胜选的可能 那这次我觉得也是有点类似 就是庄瑞熊如果胜出 那新潮流还是要跟他合作 那如果说庄瑞熊胜出的话 是不是代表代表新潮流挫败 在屏东已经挫败了 那林佳龙当市长也是一样 那个林佳龙就变成是新潮流 在中区的一个大意外 不然他们 你去看现在的立委 几乎都是新潮流的 除了那个庄敬成之外 其他通通都是新潮流的 那个黄国书也是 张亮万坚也是 何欣存也是 所以他们布了很久的局 结果被林佳龙途穿 所以这一局庄瑞熊的角色 就有点像当年的林佳龙 就是他个人很优秀 然后他有可能会赢得初选 可是如果殷戏看起来 是支持他的 就是所有非新戏 殷戏也支持 新潮流怎么会理系殷戏 拜托 不是 这个殷戏 新潮流就是独大的一个戏 他哪里管理什么戏 他不管 因为他执政那么久了 台中民进党还没有执政 他执政在屏东执政那么久了 所以是不是这个新潮流 真的这么强 在那边执政这么久了 然后他到底执政得好不好 民众还是买单 对不对 不然就是因为那是屏东 因为那是屏东 屏东国民党 连候选人都找不到 真的是因为屏东 屏东的基本盘 你可以看到庄瑞熊 他现在的一个挑战 就是在屏东市 因为屏东市是整个屏东 人口里面最多的 那当然整体来讲 还是其他的也占很多人 但是屏东市在 因为他们那么长 那么多箱里面最多的 那刚好屏东市 是这个新潮流 在屏东市是最强的 只是说因为他们现在分裂成 就是有支持周春敏的 有支持这个中嘉宾的 所以庄瑞熊是比较有机会 我上一次回到屏东的时候 我看还是以这个新潮流的为主 那庄瑞熊比如说 他挂看板跟小布条 都是在小小的角落 很小很小很小一点点而已 那所以他可能在屏东市 这个有20万人的城市里面 他还要再多加油 王力宏的事件到现在没有落幕 观众朋友 刚刚王力宏的前妻 李敬蕾又发了三点声明 因为这个文章非常非常的长 我们就帮您整理出来一个重点 他说他希望告一个段落 可是可是他说 他到现在都没有得到一句真诚的道歉 是不是暗指王力宏没有对他真真诚诚的道歉 然后他说对于无辜被牵扯进来的人 雷敬来说他很抱歉 可是到底谁无辜 谁有辜 谁有事 谁无辜 他没有讲 留下更多的疑点 我们来看看他的文章的内容 他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得到一句真诚的道歉 讲的应该就是王力宏 他觉得很遗憾 另外他还特别讲到一件事情 因为最近风向也有一点点变了 很多人其实指责李敬蕾 说你这样子为了孩子 不应该一直不断的对孩子的父亲 发出这么多的飞镖 让孩子以后长大恐怕很难做人 李敬蕾说 请不要 请不要拿孩子来对我的情绪勒索和道德绑架了 他不吃这一套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是他无疆那个房子 还记得吗 王力宏说要送给他的那个房子 他说这个房子我也不要了 他要寻法律的途径来跟王力宏 做合理的财产分配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基本上第一个是因为那个无疆 你要拿的话税很多 那个税你是在交易的时候 你就要把税给绞出去了 那这对李敬蕾来说会不会是负担 我不知道他的财产情况 但如果你们是走一般的离婚官司的话 那当然所有的税务他在里面 他会一次解决 所以最后是你分得多少 你等于你不用再先自掏腰包 去出这笔钱 这个其实说真的 也是你们在离婚的时候 他本来就应得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按照原本的方式 去走离婚官司 或许对双方而言 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项 是 来 坚哥 社会上已经花太多的时间 资源讨论这件事情 我在想所有受众的 这个我们民众消费者们 都会觉得说那够了 总是家庭的纷争 夫妻之间的纷争 那可能再怎么讲 都应该为小孩 为家庭好 所以事实上是可以画上句号的时候 所以我想应该就是四可而止的时候了 当然这是他们的家务事 还是必须他们两个主角 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是要结束 李静磊他还特别在这个文末 写上这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说愿我们都能够 这个抚平内心的伤痛 岁月静好 成为我们希望看到的改变 岁月静好这个 受到很有影响 对 又出来了 这个从策略上讲 叫做李静磊拒绝了 王立宏的和解方案 决定用诉讼解决 这个我们交谈判的就是说调解失败 决定用诉讼解决 诉讼是很残忍的 诉讼一定牵得到利益的攻防 所以王立宏他就被迫要收集 对你不利的证据 这个打起来是很残忍的 所以我真的不了解 我觉得李静磊真的是被他的律师 被他的律师不知道怎么样洗脑了 你说李静磊自己的律师 当然是 不然他怎么会认为他诉讼稳赢了 对不对 因为王立宏本来调取的就是调解措施 就是说我就提个案 你说无疆我就给你 那个能不能负得起税 那个是后续的问题 现在等于他是公开拒绝这个调解方案 他要用诉讼 那诉讼就牵得到他要对王立宏的财产做清查 因为他才知道他能分多少 因为外传王立宏至少有30亿的身价 可是现在不知道 因为他可能 他一定会有所谓的隐匿所得 隐匿的财产 那这个律师一定是 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式去劝李静磊 可能去拿出一些 他偷偷查到的资料给他看 我说你这样可能损失太大等等 可是我跟你讲 对我了解的离婚官司 都是非常残酷的 非常残酷 而且旷日费时 旷日费时 双方就要出具各种资料 而且他们是在纽约登记的婚姻 你在美国打离婚官司 那是不得了的天价 而且律师是要进来分钱的 到时候你拿到多少 律师是可以有所得 而且时间会拖很久 而且双方都会请各种真信调查 还有财务 还有各种方方面面的 去调查你的过往 那个我看就是一个 非常残酷的一个持久战 这个他自己要想清楚 这个要进入一个 如果真的要这样决定的话 就要进入另外一回合 非常长的延长赛 周宇寇刚刚在他的脸书上点名 法医高大臣 要求高大臣出来好好的评论一下 严家非庸的诡异命案 他认为这个命案里头 有很多的疑点 那刚刚高大臣回应 他说心碎了 他问周宇寇说 为了一场选举 而失去一个朋友 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看起来他不想评论 而且高大臣看起来 是比较绿的那一个政治立场 因为其实你不要讲民进党 有一些媒体人 比如说周宇寇 他们打严家已经打到疯了 因为你任何人包含就是高大臣 如果你出来的分析 并不是周宇寇想要听到的版本 就是说那个命案 都是严家所造成等等的 他按照他所判断的 去造实评论不是如此的话 那他们就会说 第一个 我不要停 第二个 你是不是怕严家 所以你才这样子讲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们作为媒体人 你连别人的意见 专业的意见 你都要打成说 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就是对方的 那别人来评论 到底还有什么价值 ray 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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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